民党让人瞧不起的是什么 就是说他们长年以来 一直投射的形象 就是他们是进步分子 在这方面好像是比国民党要强 但是你实际的形象现在彻底破功 因为你像刚刚讲的许家田 他是民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 青年妇女部部长 所以他长年是在这块领域里面 所以他根本就是不适合做这个工作 那你说林飞凡的处理方式 他也是一个常常投射 自己是进步者角色的人 他处理的时候你想想看 他难道就没有想到说 要找一个第三者去问问看说 他为什么不申诉呢 这么简单的事情 我们处理过很多 一定闻到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 你就要进一步的深入调查 他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 那刚刚这个桑文英讲到 这个蔡英文如果在后面的话 在这个站台里面 很多人就是这个看人后面的这个 靠山是谁 再来决定他们处理的方式 那民进党早年有很多这种 妇女社运团体 对于这种事情都是跟 这个民进党站在一起 动不动就出来这个 好像高声疾呼 可是你们有发现 最近好像都没听到他们的声音 有几个还去当监察委员 其实有一个也没听到声音 其实媒体应该去访问访问他吧 这个标准不可以 这个民进党双重标准 跟这个权力的傲慢 是执政的两大特色 从一开始我在 这个曾经写过文章 就已经讲过 那时候他们才执政不到半年的时候 你就看出来还有这个特色 就是他们讲的 投射的形象跟实际有落差 这叫什么 这就叫虚伪 这就叫虚伪 那这个 你像刚才讲说 骚扰之后 你还让他道歉就了事 根据我们处理的经验 他如果还留在那里 他会报复的 尤其他的职位如果比受害者还高 受害者要向加害者道歉 更荒谬吧 是这样吗 是 他逼着那个受害者 去跟加害者道歉 对 你说这什么 昏倒了 真的是昏倒了 真的是没有听过这种事情 所以其实另外还有一种 在台湾社会里面 其实全世界另外一种就是 他是权势的时候 被害人有时候是 就像一个受害者 然后他变成这个 所谓的我们讲的这种 那个叫做受害人 反而变成他的这个 心甘情愿的样子 这种东西案件也非常多 这也是一种 因为凡是利用权势去影响 跟对方 让对方对他发生的一种崇拜 或者是敬畏的感觉的时候 后面造成的更多这种 案子就不会出来爆发出来 所以你等到他们后来清醒了 或什么 其实对心理都是常年的伤害 因为这种事常常都没有结果 就是没有结果之后 他们到了某一个时候回想起来 那对心理伤害 所以女性真的是个弱势 在我们台湾 如果在这个性贫上面 不能够借这些事情的揭露 然后给社会大众 真的是更多的认识 其实在这个方面 其实我们老一辈的 基本上社会文化里面 对这种事情 也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其实还是有这种现象存在的 所以其实还是要从年轻的教育开始 这是很重要 昨天发生那个妇女的事 我已经很惊讶了 你为什么不跳车呢 在高速公路上我怎么跳呢 跳不要说高速公路 一般路你跳跳看 我都不敢跳 那你就不讲说 你要是不把那个导演踢下车呢 这是莫名其妙 叫人家跳车 然后说你要是什么不叫呢 因为他那个车 其他人在睡觉 晚上怎么样 睡觉 你叫了他们就起来了嘛 起来就知道他在摸你了 这是什么呢 然后你为什么到华山大城大喊 大喊就把你心中的郁闷都喊掉了 这样子解决这个问题的 已经很可恶了 今天更可恶 今天这个青年部 更匪夷所思 还叫刚刚讲了 还叫受害人去跟加害人道歉 他的主管逼他去道歉 他要去道歉 他说我怎么道歉呢 对不起啊 你每天送早餐给我 我应该一口都吃下去的 我没吃我真的对不起你 对不起你的一番好意 对不起啊 我们出差的时候 你说你的钱包放在我背包里 来敲门要拿 我没有开门让你进来 我真的对不起你 是这样子吗 怎么道歉 道什么歉呢 你们这些人脑筋坏掉了 还去当大官 还去当市长的基要秘书 搞什么鬼啊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